我們來看到這個霸梁團體 他們有一個最新的說法 因為山海音樂節繼續舉辦 所以這個霸梁的主辦人就說 昨天的音樂會活動 因為場地跟表演團隊 都已經簽訂合約 多方面評估之後 可以如期舉行 更希望讓基隆市民 在颱風天過後 藉由音樂來獲得力量 這種什麼所謂的 藉由音樂獲得力量 你是藉由音樂來散播仇恨 藉由你的音樂節來散播仇恨 到底哪來的能夠給金融市民力量 再來什麼所謂的 因為簽訂合約 所以要如期舉行 你們霸梁不是很有錢嗎 不是很多廣告 都可以直接照樣的投放嗎 延期一下會怎麼樣嗎 或者是取消 違約金你們付不起嗎 所以某種程度上面 他們就是要告訴大家 反正金融市民的苦痛 他們的傷痛 他們在整理家園 我都完全看不見 但是我想要辦的活動 我想要辦的音樂節 我還是要照常舉辦 因為我就是要罷免你謝國良 我不管你基隆市民多麼樣子的苦痛 我就是要搞罷免 這就是霸梁團體他們心中所想要的 他們就是操弄仇恨而已 霸梁現在倒數一個禮拜 那麼基隆呢 因為山陀爾的關係 所以降下了78年來的大雨 所以也讓基隆的災情也是滿嚴重的 變成說現在謝國良很多的漩物行程都因此直接取消 那麼就變成了勘災 然後協助災民善後 然後明天呢 謝國良也要公佈相關的災害的補償的方案 那謝國良在今天也是走訪了很多很多的社區 包含了山水社區以及山林松敬社區等等 所以謝國良他的勘災行程一樣是不間斷的 那麼發生天災這件事情 誰都不願意 面對一個禮拜之後的投票呢 謝國良今天是說這幾天他都還是會以救災的行程為主 因為把災害管控好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謝國良眼前並不是在考慮顧良了 而是希望基隆市民的家園能夠早日回歸到正常的生活 這個是現在謝國良最關心的事情 不過還是某種程度上面有一些活動 最最重要得辦的還是得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謝國良發出來在10月12號 也就是呢在罷良投票的前一天 他們還是辦了唯一的一場造勢活動 一定要出來投不同意罷免票 那麼原本謝國良的這樣的一個顧良的造勢晚會 所以一開始是要在9月6號舉辦 結果9月6號那時候就發生了 柯文哲被羈押的事情嘛 然後再來呢又發生了這樣的一個天災 也因此呢這個活動就一直往後延 現在呢就延到了就選前一天啊10月12號 不過我們也覺得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也就是說這個晚會的時間一直延後 那麼延後到最後只剩下一場晚會我覺得也好 也不用讓基隆的市民好像被這種選舉天天都在綁架 然後好像也得要一直出來去參加什麼樣子的造勢活動 最後就是蓄積能量 然後在10月12號當天 然後10月13號 大家就站出來投下不同意罷免的票 那麼在這一週的期間裡面 謝國良他就專心的處理這一些災民的善後 那麼希望爭取到最大的補償 讓這些災民早日回歸到正常的生活 反倒是這一些霸樑的團體 真所謂的冷血啊 真所謂的去啃食血肉饅頭 我們就從昨天所看到的基隆市的議員施偉政 我昨天叫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個名字施偉政 偉善的政治 偉善的政治人物 偉大的偉 政治的政 因為他在基隆天災發生最嚴重的時候 因為下了大雨 所以河岸出現了這種瀑布的時候 他教大家把雨衣穿起來 把雨鞋穿起來 一起去塑溪 看到前面的這樣的一個災情 所以在災情發生的時候 民進黨的基隆市議員 他想的不是愛護基隆這一片土地 他想的不是愛護基隆市民 他想的不是怎麼樣把這些災情 盡可能的去把它擬平他反而轉過來去自拍 拍影片來善效基隆的災情 這就是把基隆人民的苦痛來當血肉饅頭來啃食 所以民進黨就是這樣的一個水準 然後在 霸樑的時候 一樣啊拿天災來跟你 可以開操作政治操作仇恨 非常不可取 所以施偉政這個名字 大家要記得了 要罷免罷免議員 這一位施偉政也不要忘了 大家一定要點出他的名字 一定就是要來罷免施偉政的 再來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個霸樑團體 他們因為被民進黨切割了 所以 這個可能比較 大家沒有看到的一個報導 就直接點出來 因為民進黨現在去切割霸樑團體了嘛 所以霸樑團體早去跪誰 大家知道嗎 霸樑團體早去跪台灣激進黨 好笑了吧 他去跪台灣激進黨 然後他去跪台灣激進黨來幫忙 所以原本在昨天 禮拜六激進黨其實要跟霸樑 去舉辦一個在基隆的掃街 宣傳霸樑的活動 在昨天 昨天的時間是什麼觀念 昨天的時間是 基隆降下了最大豪雨之後 基隆市民還忙著整理家園 然後 霸樑居然跟著激進黨 他們要上基隆的街頭 來掃街來推動 霸免謝國樑 基隆市民在善後耶 這些霸樑的民眾不是要讓基隆市民有更好的生活嗎 結果在基隆市民最苦痛的時候 你們想要上街宣傳霸免啊 這多麼樣子的冷血多麼樣子的無恥 所以呢 昨天因為他們最後基隆黨呢 也考慮到可能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還出來掃街一定會引起民怨 所以呢最後基隆黨自己踩煞車 他們就發出聲明說 哎呀市民苦於災後清理 所以取消記者會跟後續掃街行程 所以他們本來要幹嘛 本來真的要利用天災 然後來操弄仇恨罷免耶 這就是基隆黨跟霸樑團體的水準 挑起對謝國樑的仇恨 所以我們就想要問啊 那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天災 請問一下霸樑團體 你們做了什麼 霸樑團體到底做了什麼 好我跟大家整理出來 也不用大家不用想了哈 霸樑團體他們做的事情呢 來我直接來給大家看 這個是 國民黨青年軍啊 陳冠安在臉書上面的貼文 拆糧無良 台風天投廣告 花費全台第四高 好 這個是陳冠安 他就秀出了在臉書的一些 那個數據的分析 投放廣告的分析 居然霸樑團體在台風天忙著投廣告啊 這個時間點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直接口述給大家聽 這是在10月2號當天 10月2號當天是山陀兒颱風來襲 全台都放颱風架的第一天 全台都放颱風架第一天喔 結果根據臉書廣告檔案庫 霸樑團體在10月2號當天 狂下了9支廣告 投放的預算1萬5千多元 是全台第四 所以在當天第一天的颱風架 正當所有的民眾忙著怎麼樣防台 忙著準備防台的物資 忙著堆沙包的時候 霸樑團體他們忙著在網路上面跟臉書投放廣告 操弄霸面 一弄弄了1萬5千塊 而且這還不夠喔 在過去一個月內陳觀安繼續整理出來 霸樑他們在臉書廣告狂砸了43支的廣告 43支花了多少錢 18萬元 18萬又是什麼概念呢 給大家一個精準值來參考 2022年當時謝國良的對手 也就是立委蔡世映 現在不是立委 蔡世映他一樣有在臉書投放廣告 然後他在打市場選戰這半年的時間 他的投放廣告的花費是17萬 結果霸樑一個月花18萬啊 霸樑一個月可以搞到18萬耶 請問一下你們這些霸樑團體最有錢的 居然是拿到臉書上面來投放廣告喔 所以你這個叫什麼 搞罷免發大財嘛 習有雲報靠綠電發大財 金有罷樑靠罷免發大財啊 所以搞了一個罷免之後 哇好多財源都進來喔 也因此他們很有錢 可以直接來跟臉書下廣告 可以下了很多的廣告 甚至超越市長格局的臉書投放廣告 這就是霸樑團體在做的事情啊 然後再來我們繼續來看 因為昨天掃接嘛 他們本來要掃接 最後可能怕這個民怨沸騰 所以直接取消掃接 可是你們也不要以為這樣子霸樑他們好像就良心發現了喔 沒有這件事情喔 因為從昨天下午到晚上霸樑團體還在基隆的街口 非常嗨的熱熱鬧鬧的辦了一場山海音樂節 也就是辦了音樂會啊 在街頭上面狂歡來舉辦音樂會 所以你沒有了 掃接結果你在現場去高辦音樂會 在現場聽音樂 在現場吃吃喝喝 過得很爽的啊 過得可爽的呢 可是我們要來給大家看的這一段影片喔 是鄭克爽給大家看的喔 這個鄭克爽裡面就整理出了 昨天在這個音樂會現場的人數 他不只說這個人數很少喔 另外在現場的是青鳥媽 我們來回顧這一段影片 不是這個山海霸樑活動喔 霸樑不是號召年輕人來霸嗎 不是號召青鳥來霸嗎 結果青鳥人呢 青鳥都青鳥沒有飛出來啊 青鳥是飛走了不是飛出來是不是 所以現場真的變青鳥變成了老鳥了嗎 怎麼都看不到青鳥呢 大家都看到這個年齡層蠻高的嘛 然後你們不是還號召年輕青年們 必須要搭這個返鄉專車 回到基隆來投下這個罷免票嗎 但是問題是怎麼現在一大堆 這個老鳥們呢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這些老老鳥們難道是因為 你們半音樂節怕沒有人來 也因此 你去動員這些老鳥們 來到現場 爛魚充數充當人數 搞得現場好像很多人嗎 那你也可以看到啊 你如果去對比這個現場 和去對比昨天在大巨蛋外面 等待韓國瑜出來的 那個民眾差很多 人數差很多好不好 所以你看那個中間的空隙 還做了那麼樣子的空 那到底是什麼所謂的罷免啊 你那個整個罷免的氣勢已經潰不成軍了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羅列這幾天 霸樑的惡行惡狀 首先基隆市民他們辛苦的在處理 山陀兒所帶來的災情 他們在處理山陀兒的善後的時候 結果 霸樑團體 他們無視於基隆人民的苦痛 他們非常開心了 豪雜一萬多塊錢 在颱風天對臉書投放了九支廣告 在宣傳霸樑 大家在忙著準備颱風物資的時候 霸樑團體在臉書上面宣傳霸樑 結果在大雨過後居然 大家都在善後霸樑團體要跟臺灣基階黨 一起搭宣傳車上街來宣傳霸樑 後來因為怕觀感不佳 所以取消了這場掃街 但也不要以為取消了掃街 他們就沒有再走上街頭 NO!他們繼續走上街頭 他們很開心的在街頭上面辦了這場街頭音樂會 大家舉起了霸樑的旗子 狂開瘋狂的尖叫 但問題是現在這個階段 這些基隆市民們還在辛苦的 清理他們自己被山陀兒重創的家園 結果基隆市民非常的辛苦在整理家園 你們非常的開心在街頭上面狂歡 這就是霸樑團體 藉著所謂的天災在操弄仇恨 今天針對了這一場這個活動 我們來看到這個霸樑團體 他們有一個最新的說法 因為山海音樂節繼續舉辦嘛 所以這個霸樑的主辦人就說呢 昨天的音樂會活動因為場地跟表演團隊都已經簽訂合約 多方面評估之後可以如期舉行 更希望讓基隆市民在颱風天過後 藉由音樂來獲得力量 這種什麼所謂的藉由音樂獲得力量啊 你是藉由音樂來散播仇恨 藉由你的音樂節來散播仇恨啊 到底哪來的能夠給金融市民力量 再來什麼所謂的因為簽訂合約 所以要如期舉行 你們霸樑不是很有錢嗎 不是很多廣告都可以直接照樣的投放嗎 延期一下會怎麼樣嗎 或者是取消 違約金你們付不起嗎 所以某種程度上面他們就是要告訴大家 反正金融市民的苦痛 他們的傷痛 他們在整理家園 我都完全看不見 但是我想要辦的活動 我想要辦的音樂節 我還是要照常舉辦 因為我就是要罷免你謝國良 我不管你金融市民多麼樣子的苦痛 我就是要搞罷免 這就是罷良團體他們心中所想要的 他們就是操弄仇恨而已啊 所以謝國良才會說什麼 現在你去辦這種高度政治意味的活動 對於基隆完全都沒有正面幫助 真的沒有正面幫助啊 你們這些罷良你們口口聲聲說 你要照顧基隆 你要給基隆市民更好的生活 結果你今天不是給他們更好的生活 你在他們最痛苦的時候 在街上開派對狂歡啊 這叫給基隆市民更好的生活 講笑話講幹話 這就是罷良團體 你說這樣的一個罷良團體他們在推動罷免 已經完全失去正當性 東岸商場基隆市府已經試聯勝了 還要給他們來罷免謝國良嗎 所以就呼籲大家10月13號這一天一定要站出來 對謝國良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好 最後請大家記得要把KS高防曬凝露買起來 大家拜拜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